每天做舞题 英语没问题 请看第一题 Do you like什么TV 你喜欢看电视吗 这道题主要看like like后面加上动词的to do 或者doing的形式 表示喜欢做啥事 这道题里面呢 没有出现在to的形式 我们就选ing的 所以选的是B选项 第二道题 How about什么football about是一个介词 在所有的介词后面 再加上动词的话呢 要是用动名词形式 动名词形式就是动词 加上ing的形式 动名词具备动词的词意 名词的词性 介词后加动名词 这道题选的是B选项 第三道题 How many什么do you have 说你有多少个盒子 many这个词啊 表示多 数量大于一了 后面要加上名词的负数 盒子这个单词是x结尾的 英语当中以x s ch 和sh结尾的词啊 要加上es 从单数变成负数 所以这道题 直接选的是c选项 How many boxes do you have 好 我们来看第四道题吧 Why not什么home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为什么不 其实啊 这句话完整了就是 Why don't you Why don't you go home 那么don't这个地方 出现了助动词 do 有助动词后面 要使用原型 所以是 Why don't you go home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啊 我们习惯上会把这个do 和you都去掉 只留下一个not 就是why not 所以下一次你看到why not的时候啊 就是看到了why don't you 有助动词 直接用原型 这道题填的是a选项 来看第五道题 he can什么account it 他会放风筝 can是一个情态动词 有情态动词出现的话 后面的动词咱们通通用原型 he can fly a kite 这五道题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给老师点个小信心吧 更多干货 预约直播 来直播间学习